石牌国中的学生们穿着原住民的服装 热力四射地在台上唱出性别平等的观念 改编的每一句歌词都别具意义 也展现出团体合作的创意 我觉得就是很开心的跟大家分享性品这件事情 就是用非常开心的心情去面对性品这件事情 不用太阴阴沉沉的说这件事情 就很嗨 大家都很嗨的去讨论这件事情 去两届都参与这个歌词的改编 其实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就是团体的一起的努力 然后还有老师的指导 然后就是可以在生活在这个团体里面 就很开心 演奏原住民那边 就是还要加上就舞步 就是要搭配原住民 就是融合在里面 就是跟现代舞一起融合 就是会有点难 可是就是有练习就可以了 跳脱性别的框架 跳脱性别的框架大家互相尊重 同学们在参加活动的过程当中 也更加了解性别平等的概念 以前就觉得女生一定要做家事 主犯都是他们那种事 男生就出去外面工作 所以现在男女平等社会 然后结果就是像老教的一样 要尊重女生 不可以欺负他们 那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 比较困难的地方 你怎么去课 因为我声音比较高 所以十年这首歌 它是音域比较低的 所以我要把 所以还要调高很多的key 我才能唱得下去 可是后来因为改了key的东西 唱上去了 我觉得还 感觉还不错 台北市教育局从102年开始 举办词曲创作及演唱比赛 今年在龙山国中盛大举办 吸引60所学校报名参加 总共159件作品 竞争相当激烈 那各校我们借由歌词的创作 先做第一步的筛选 歌词大概有60所学校 159件的作品 第一次筛选之后 有42个作品 42件作品进入到我们决赛 那这一次就让他们现场 用歌唱的方式 来把他们的这个歌词 唱出来或是跳出来 活动现场更用心制作看板 呈现出许多对科学有贡献的伟大女性 鼓励学生们不要受到性别限制 尽情发挥自己的兴趣及专长 也让这次参与词曲创作演唱的学生们 收获满满 记得李依如 台北财粉报道 比比比宽便宽便宜100 10美每月888 送1200元 还有21个高画质频道 Wi-Fi无线环境 免费时间管理 快打电话找比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